这比较好 嗯 这起点跟终点的 单带的化险围 其实在月亮行来说 单你一个傭兵化险围 是有压力的 反正杂技是不是 补一个化险围也好一点 我觉得这个杂技压力太大了 为什么 这张图其实真的 没有必要带这个飞轮 想去桥上赌多里苏 对的 直接过来抓魔术了 一个远飞过桥 模式距离非常的近 接下来的话 给到红蝶的一个 不会空间就很大 而且两个板子 直接下的话 可能就得转走了 不能在这里绕了 你看他把加速直接交了 那你前面就可能会 被逼道具 可能就会吃刀 你虽然说你第一波防到了 但是呢身上有蝴蝶 你也很危险 就魔术师总体下来 还是不太好牵着红蝶的 你看又交一个 哎呦 好走位啊 但是道具逼得非常快 再交一个飞轮 飞轮吃刀了 接到这一道 你看技能的一个冷却材 还有14秒 那这边已经吃到一刀 交掉两个棒子 加飞轮 魔术师六红蝶 其实还是 很讲究你的博弈和技巧的 而且我其实觉得 魔术师六红蝶 它可能更强的是 在于它可以跟你绕板 但是兜里数的话 因为它是直接放的板 这里闪现刚好 直接击倒 非常快的一个节奏 而且这边 魔术师已经把自己的资源 全部打光了 对 看一下 那这边佣兵 因为在队小线 只能派 萨索里来救人 那你杂技来救人 其实也有风险的 因为我 红蝶的话 我可以飞天 但是我们在这里 好像是 摸起过来 开一个小车 也过来了 那你密码机不修了 可能想救下来之后 在原地 兴起一台吧 是的 那两边救 小车也是意识到了 这一点 那没关系 你这边修机慢 打一刀 魔术师有一个 救人的一个 魔术逃脱 但是还是走不远 已经是看到了 前面这个小短板 怎么博弈一下 能飞过去吗 先抽一刀 一直在骗 哎呀 它这个 往板子里走 很有规律 对 太有规律了 所以小车看你过来 我直接再出刀 是的 这边的话 可能要靠 卡子内科的一个 OB了 但现在的话 可以先处理一下 对的 那小程 这里反正也不急 对吧 节奏太好了 哎呦 卡子内科这个 博弈比较好 这不再上去 是的 这里的话 你是不太好挂的 是 而且那边的话 卡子内科是在对面 对 那给他吸 再来一下 那可能给你来一个 一键三连了 选择丢两个磁铁 然后用飞 飞过来 再把模式给击倒 那磁铁不多了 哎呦 这里可能会被吸个大的 看一下 但是距离没有把控好 对的 距离不够 还行 这一波OB的话 虽然被拖了一段时间 但是呢 整体节奏 还是不够 因为穷者 你都没怎么修嘛 是的 而且遗产还是需要补的 是的 他们现在虽然是有 很多的遗产机 但现在补的人也不够 而且难道砸技了 这边又要派一个人来救人 看探员绕过来 看探员过来 是的 那这样的话 相当于是场上 有一个佣兵在修机 直接飞过来 给看探员一刀 交飞轮 那这样的话 其实可能选择不打 打模式一个针对啊 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背他二六 那这边 跟着你绕 这个选择马齐 对于红尽来说 还有点头疼的 哎呦 这个吸回来了 是的 还是个长晕 他可能要去考虑 去三战坐个车 想在底下的三块板 先绕一下 怎么说 小生这里是有闪现的 这闪现不交 哇 交了 对 直接选择交这个闪现 那交了之后呢 你面对一个满状态看探员 不过他已经没有磁铁了 所以最多吓唬一下 还是能把人挂飞的 对 所以那边是看到 卡子内科 是直接往鬼屋里面转 小生也直接牵了 其实看探这个主意 他的问题 就是在于他的一个OB 道具呢回复太慢了 它需要你时间慢慢地去增长 对 而且你上一波 如果用了一个一键三连的话 后面其实很难 很难说再去帮助很多的 一个时间点 对 就可能我一举下来 我也没有几个磁铁 对 这边直接是排到了摸起的位置 那游民是不好牵制的呀 我一个二级的红蝶 你只要把这个户弯一交 那可能立马就得倒 也是先交的户弯 嗯 这有个板吗 可以博弈一下 现在小城在等自己的蝶 密码机的话还是不太够的 哎 这里飞过来 但是有点远了 没关系 现在的话 他们是起了一台新机 是的 那再看下一个叠 这样的话总要倒了 哎呦 谁倒 那感觉这个还是拿到呀 嗯 他现在两个选择嘛 一个是挂人打拦截 一个是直接去抢手机子 感觉可以先不挂 因为脸上其实是 sorry的那台机 离的还是比较近一点的 可以先赶一下 傭兵本身自己又比较慢一点 但你追他的话 会非常花时间 一旦外面把密码机 破一开一台的话 这把就很难去争胜了 先去赶一下 发现找不到节奏 再回去找摸起 就抉择了一下 还是把人挂了 最舒服 想要打一个回马枪 对 看一下球上的 有没有在密码机旁边修 有的话再传 对 传了 这边贴脸上一个杂技 还是不太想管这个傭兵 假飞 真飞 一个飞轮交过来 但是 哎呦 这个刀是比较短 没打到 这波博弈非常的秀啊 因为杂技的飞轮 其实一般是比较难防到的 对 这里的话 交了一个白球 哇 雪刀 刀戏也不够 感觉这把 目前就是一个平局的节奏 不过现在的话 因为soul委师 还在是一大战载台密码机修 所以勘探人也补不了 是的 嗯 这里的话 硬追呢 我就再交一个球 还是有点难追的 怎么说 再丢一个碟 哎呦 感觉soul委师 很会牵制红碟 对于这个距离的把控 还有刀器的一个长短 嗯 拿捏得很好 小城这边呢 一直拿不到节奏 再回去的话 感觉桥上一台能强开啊 不过他们是选择了先躲一躲 对 不过感觉这个后期 其实小城打得有点着急了 对 对吧 现在其实可以稳一稳 等一等自己的一个蝴蝶 想要再把佣兵给击倒 就能让他击倒了佣兵 对 那这一波的话要考虑先挂一下 且看到他们是在起点站修 嗯 这一波不挂的话 外面密尔基给你拉扯一下 你这个人是挂不了的 对 先把桥上的亮了 然后起点那台压住 让勘探员过来就 哎 这个 再放下来了 这个船吗 密尔基其实可以压的 哇 哎 没亮到 没开 对没压好差一点点 哇就差这么2%打了一个 这是什么 打了一个timing 打了一个极限时间的一个密码机压制 然后 那这样的话就出大问题了 那些小船那边真的是把握得非常的好 密码机已经抖得非常厉害 他还敢传 这边的话可以打一个远端拦截 是的 看一下某说法 已经看到了卡子雷后的位置 对 拦到看待员这波有可能就翻了 就多抓了 不要给他吸 贴墙 贴墙 哎 哦 那这样的话 他是有机会救的 而佣兵也起了 飞回去 能救是能救 但是下来看能不能赶紧处理一下 把杂技刷成一个上挂飞 是的 而且佣兵就是杂技就不好 那个看待员就不好救人了 对 现在多的那台影响是在起一点 佣兵还要修另一台气球了 这刀没有打到 也没抽到 哇 亏了 现在的话 看待会给压力 外面模式可以修 对 先看一眼发现没人在修 继续处理一下杂技 但是这样的话 看来要去压机了呀 一点尴尬 已经修上了 现在 两边被牵制的有点难受 外面还得起 他要直接过来管佣兵 开门这样不给佣兵买状态 那密码就压好了 求人者的话这把肯定是选择开这个起点的 但是佣兵是没有自己的 他可以利用这一点 卡子内科是已经压上门了 嗯 就看下一个碟能不能这把佣兵秒了 如果能秒的话这把是可以多抓的 对 秒完之后那边传送直接传送起点去堵线 门已经一半了 秒不到的话门就开了 对这个蝴蝶一定要秒一定要秒 有没有机会 能飞吗哇被卡的好难受 那就平了 甚至地窖在脸上 小诚这里他还有一个魔术霸 要闻 飞一下要闻 没看到这刀看一下 哎回来没得到 哎怎么说没没飞 这里比较尴尬 等一个飞等一个飞 骗在骗刀 哇还是没打到 怎么空的呀 哇这里能爬吗 加贴墙有没有机会能爬 还好还好 哎 他没有第一时间爬 他没 对 他一开始是被击倒了之后 没有选择立马去爬到地窖的方向 反而是有点在墙里被卡住了 他好像是被打了操作一个杂技 对 我还以为花瓷会操作这首玩具商 嗯 因为花瓷的玩具 所以他们给玩具商选的这个位置 也是非常的有说法 对很聪明 那艾奥夫向后转 直接把这个星图拉一个超距 对 似曾相识的画面啊 这个梦之女巫 开局追终点这台杂技 但是呢 这一次杂技是有飞轮的 先把这个板子拍了 这里等你把星图架 你架完之后呢 我再往远拉 很聪明 看一下寄生 对 你先切寄生的话 就会导致你原生可能会停下来 所以现在要必须要同时操控本体 把它的原生往前拉 让两个星图呢往一个方向走 是的 对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花瓷也是体验放板了 对 那他如果说让寄生从里面包 他其实原生应该从外面夹的 那这里的话原生切得有点晚了 但是杂技没有第一时间冲出去 想要跟寄生博弈一下 哎呦 他在这 有飞轮堵到这一刀 是的 哇 那这波是嗅到了 因为我是两段冲 哎 哇 他们盖了一个头 这个博弈花瓷是拿捏住了呀 是的 而且小迪老师的话 是感觉要来这边辅助了 嗯 但是其实不太需要 因为马上站台哥要上站台了 对 已经到了 是的 小迪说 你先牵制着 需要的时候喊一声 那花瓷在站台上一靠 对于阿弗莱说 这个人怎么追啊 原生加速过来 在这个板区 有一个达到的机会 哇 火板非常的稳健 闪线直接开刀 那不好意思了 既然你玩交技能 我就喊人了 看下小迪的话 现在还在红马修机 桥上应该是有洞的 桥上应该是有洞的 直接钻洞走了 然后二战甚至还有可能有车 或者跳板 这个都是不好说的 是的 看一下是有一个车 对 你拿到这一刀 极限 然后被杂技做到三战去了 杂技说我又回来了 是的 而且小迪老师这边 演换位了 对 蜜马机现在已经将近三弹 而且你的技能 也知道你是闪现了 那我就给你拉距离就行了 这边的话 技声是有闪的 看一下花瓷停技声的时候 会不会被偷袭 直接闪现 Elf也是很果断 但是这里没有第二式 而且呢 小迪那台秒机已经很多了 其实是不太好控的 是的 他们的话是拥兵捡了一个紫圈 先跟小迪老师削一下 所以那边连技声都没了 很有执行力 那现在的话拥兵在救人 感觉上来说 这局进入到穷者的一个节奏 看Elf怎么样去翻 其实这就是闪现女巫 你尴尬的一个地方 你本体这个闪现 你不知道要干嘛 星河来了 还在骗 先躲一下刀贴近身位 都卡一会儿嘛 那你这样打的话 我杂机二六你怎么办 对吧 现在杂机在这里能进来 有洞 还有一个球 直接钻动 现在要干什么 拉走终点这半场 只要拉走终点这半场 密码机稳稳的够 对 Elf来说 你第二步节奏接不上 是的 如果说这里是一个放狗 那我本体狗可以去二抓 但是我是一个闪现 现在机身跟过来 那我翻下去了呀 然后这边鬼屋里才能抢开 杂机现在往鬼板一带一倒 现在就 与世隔绝 去他自己的室外桃源 他们的话 现在小迪老师只要抢开活物 剩下的三台密码机 就是终点两台 起点一台 对于Elf来说的话 他的女巫是再也管不到 这个密码机了 那对于Elf来说就没办法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走 因为我去追你的话 我这边密码机就要被偷了 我不追你 那我接第二个人的节奏 其实也比较难受 现在就是没有人给他追 看一下有没有人会走路给他机会 请他直接一个反向互按 很秀啊 就点机会都不给 对那这里闪现有20秒 想走路拿刀 但是有机会吗 哎呦 拿到了 这刀很极限啊 知道密码机是半台左右 那有一点点说法 给永迪笔补上一个继承 还能用自己的原生去守机子 但是 那边玩具商的继承也去的差不多了 对 而且这把求人者的话 状态补得很好嘛 等一下还可以再新起一台 有一台机子是在起点的 那你就管不到了 其实目前来讲呢 是一个 对求人者来说是一个平往上走 就是可以打三跑的一个节奏 对 看一下Alf的一个后期处理 他们的话 每个人都是留了道具 去跟你打这个开门战的 对的 而Alf呢 有一波中期的一个闪现 这波是两个闪现都好了 所以说 对他来说是有一个爆发的 打一个 打一刀 玩具 但是求人者没有第一神贴到椅子 没有在擦刀的时候救人 那这一刀是白给的刀 对 不过也还好 因为他们节奏还是比较充裕的 是的 外面把技已经70多了 对 然后两个一起进板走 这一波的话 傭兵别倒 只要傭兵不倒的话 保证有一个人能救人 那这把开门战 基本上是一个私人在场 好 进门持一刀 选择交户外 那可以其实找个机会 直接开了 对 这刀没有 那这样的话就能保一个满状态的傭兵 对 可能想要再自消一会儿 然后偏个闪什么的 阿老夫这里看有没有意识到吧 好像是察觉到密码机的一个进度 不开 还在等 是的 再拖一拖 对 等到自己的一个求人者到位 那傭兵一开机就往角落去带 你要硬追我也不太可能 是的 傭兵的话其实还有一个户外 还可以跟你再拖一拖 他这波要管终点 所以终点这个人一定不能秒倒 终点这波这个人一定要撑一下 找个事啊 东莫玩具杀 他这里是有跳板 他在放跳板 就你只要这里不命秒 傭兵有换去起点 其实你管不住你 你哪怕把傭兵击倒了 但是呢 你这边是一个寄生 你只能切传送过去才能找到他 对 阿老夫这边是发 哎 交闪 把门上也打倒 那这边可能考虑换踢了 但是你换的话 我这边可以跟你拖呀 还不换 还不换 傭兵要出门了 傭兵的话已经出门 那这样的话一个三跑 MRC在这局三跑 也就意味着他们在